不管是电冰箱、冷气机还是除湿机 财政部推出的节能家电减征货务税措施 从108年6月15号实施以来 以金融地区来说已经累计申请5万7千多件 台数达6万7千多台 退税金额更突破1亿元 而原本在今年6月到期的这项优惠活动 中央也宣布再延长两年 其实财政部在108年6月15号起 就是为了如果你是购买节能家电的话 那就是可以享受就是买一台最高两千元的货务税的减征的退税 那从108年到6月15号起 其实原来适用期间只有两年 是在今年的6月14号就借齐了 那就是因为可能民众的觉得反应还不错 就节能家电对整个国家的节能部分效果是很好的 所以实际上就考量再把适用期限延到112年6月14号 那他的退税金额是一样 是维持可是500到2000元之间的不等 在疫情影响下为了防疫 财政部方面7月起也开放线上申办 让购买节能家电的民众不用到国税局零贵办理 也能获得减征货务税的优惠 同时还减化申办程序 让民众不用凭证也能在线上申请 其实早期我们在线上申办里面是 你要有自然凭证或者是建包卡 或者是有工商凭证 那因为有些受限也是家里这些一定要读卡机 那现在受限因为家里有些人是没有读卡机 或者是没有凭证 所以我们在7月14号多了一项 假设你是要购买节能退税部分 现在是不用凭证 就是也不用读卡机 你透过在我们的线上申办进去之后 去选一个简化身份认证 你直接就是去输入一些相关灯的资料 比如说你购买的发票号码 跟你的产品的一些种类等等 那这个部分仅限于是你要申请退税方式 是以直播退税 这样子你在家里整个就可以完成线上申办 不用到我们办公室来 由于还是有民众因为重复申请 超过6个月才申请 以及购买电器 未符合节能效率第一级或第二级等因素 而遭到推荐 国税局方面也特别提醒民众注意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